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 今天晚上即將抵達臺灣訪問 傳出情治單位掌握情資 有其他的民間團體人士 可能會干擾他在臺灣的行程 警方已經提醒受訪 邀訪的單位要注意陳光誠的人身安全 而內政部長李鴻源則表示 警方會維護陳光誠的安全 給予恰如其分的保護 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晚間抵臺 訪問來臺第一個行程 將在24日舉行國際記者會 25日上午訪問立法院並發表演說 下午由前副總統呂秀蓮 與馬總統的哈佛指導教授孔杰蓉陪同 參觀景美人權園區 26日訪問民進黨 並在下午接受公事有話好說節目專訪 24日舉行新書發表會 之後幾天將和臺灣各個NGO團體交換意見 並前往南臺灣訪問 預計在7月11日離臺 不過卻傳出情治單位掌握情資 可能會有民間團體企圖干擾 陳光誠在臺行程 現在警方除了將全程協助為安 就連陳光誠來臺記者會 與新書發表會 也都基於安全考量 罕見地要求媒體提供採訪記者資料 主管治安的內政部長李鴻源表示一定會給陳光誠恰如其分的保護 李鴻源呼籲臺灣是民主自由的社會 應該包容尊重來訪的人士 記者 張雄 張子佳 台北報導